张亮颖以海豚英著称的张亮颖 现在是自己组成了一个新的唱片公司 当然他也说只是自己的股份而已 对 他还是想专心做好歌手 但是脱离了新东家 老东家这件事情是真的了 对 那么他也是刚刚从美国回来 参加了著名的主持人奥普拉的一个访谈节目 现场还是英文对答 很厉害 奥普拉肯定是不会讲中文的了 张亮颖的英文还是不错 而且是这个除此之外了 更让所有的这种现场的 包括说奥普拉本人 还有观众 美国的歌迷很惊讶的是 他在现场飙那个海豚英 很漂亮 对 所以他回来之后 也觉得意味深长 首次在接受媒体的时候 谈到了去美国参加录制 奥普拉专访的心得 超女张亮颖进来风头震静 说要在上海担任某选秀活动嘉宾 而几天前 他刚刚以亚洲选秀明星代表的身份 做客美国知名谈话节目 奥普拉脱口秀 回忆起在美国的点点滴滴 张亮颖袒露了自己 从紧张到敬佩的全过程 其实我在之前确实是很紧张 之前了解不多的时候 没有那么紧张 就是因为周围不停的有人告诉我 说你知道奥普拉这个秀 有多棒吗 你知道它收视率 然后就跟我讲这些 就越讲越搞得我很紧张了 通过跟他们这一次的 参加这个秀 然后中间很多工作上面的沟通 就发现他们真的是 专业到让我觉得很可怕 服装 服装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恐怖的 我回到后台那个房间 整个通道里面全是衣服 然后好不容易花了至少有好几个小时 试完了衣服之后开始试鞋子 我最后一套衣服走出来的时候 我看到地上至少摆了超过三十双鞋子 因为在今年的春晚上 与周杰伦同台表演 而广受关注的小童星侯高俊杰 也出现在活动现场 不仅弹着吉他演唱杰伦的歌曲道香 宝宝还腔叫十足的摆起库来 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